DAC2022 ICT P1A MC 第一题 这题今年只有39%的考生是答对的 一部电脑收到三个Data Sequence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是一个8bit的bit pattern 说明每一个bit pattern都有一个party bit 但他没有说明是odd还是even priority 刚刚也说了这里其中有两个bit pattern是corrupt了 即是在传送Data的角色里面是损坏了 刚刚就问了究竟这三个bit pattern哪两个是坏的呢 哪一个是好的呢 另外究竟他用了odd priority还是even priority 这里我们首先了解了odd priority 就是说那些bit pattern里面的1的数目 是要维持单数的 如果用even priority 1的数目就要维持在双数 所以这里我们就算一算 1 2 3 这三个pattern 它们1的数目究竟分别是多少 跟着看看哪一个是单丁的 第一个 0 1 0 1 0 1 1 1 这里总共有5个1 第二个bit pattern 1 1 0 1 0 1 2 4 5 都是有5个1 第三个呢 1 1 1 0 1 0 1 1 2 4 6 有6个1 所以我只为一人是1A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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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福利 现在提部讲明有2个是错的坏的 那即是说剩下那个单丁一个是好的 没有corrupt的 那所以结论就是 第1个和第2个都应该是corrupt的 这条条法我们评论有2个5,1个6,6是单丁,所以单丁是好的去判断3是对,1,2是错 3是对,因为6是双数,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来判断,它是用了even parity 1的数是双数就可以了,如果1的数是单数是5,那就不可以 所以答案corrupt的两个sequence是1&2,另外用了even parity 所以答案是A for apple DNC 2022 ICT Paper1A MC第三题 这题是关于输入日期的方法,只有30%效生是对 题目问现在我们在网上填文卷或者用手机填文卷 很多时填日期都有这样的box彈出来,它直接可以选择输入日期 但以前不是的,以前基本上是用一个textbox文字盒 去给你打日期的 现在陈佩就问左边的方法给右边的方法呢,有什么优胜的地方呢 好了,我们逐个看了,1 avoid impossible days 避免了输入一些不可能的日期,这个很明显是对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在box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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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你不能入一个是2月30日的,入不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入不到,但textbox是有机会被用者入2月30日的 虽然最后可能都会弹回error,但那个是后话 如果在左边这个方法呢,基本上就不能入一个错的日期 第二,ensure,确保那些input的日期是没有错的 留意,error-free,是没有错的 我们要留意,就是要小心解读,什么叫error-free 什么叫error,什么叫错呢 就是说,impossible days上面这个例子是其中一种error 其实还有别的error,不如你要入2月28日的 你入了2月27日,这个都是一个error 但在上面这个方法都入到的,所以这个方法不能够确保它是error-free 你可能入了第二个valid有效的日期 所以第二个选项根据考评的报告,很多学生都认为2是对的 有45%的考生觉得这个是error-free input的一个ensure 但我认为这个是没办法确保是没错的 第三,more user friendly的界面,这个明显对的 因为左边的方法一定会有效率过,或者容易使用过 右边有一个text box的入法 特别如果用手机去入日期,会弹一个数字出来 可能会弹一个虚拟的keyboard出来,阻止画面 这个不会弹一个virtual keyboard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one and free only 答案是b for boy DNC2022,ICT,P1A,MC第四题 这题只有一半多点的考生答案 题目问关于tools complement,二宝马 题目就给了四条算式 每一个算式都是一个4bit的tools complement 如果我考了这么多届,通常都是8bit 因为今年2022年就考了用4bit,简单点 这里有4题加数,哪一题加数会产生overflow error 简单来说,加数的答案是不对的 而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加数的结果是大 比它能够表达的数字的范围 首先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规律 就是凡是我们想看两个tools complement的code 商家有没有overflow 如果两个正数商家或者两个负数商家 是有机会产生overflow error 如果一个正加一个负 或者一个负加一个正 是没有机会的 没有机会有overflow error 这里我们暂时就不会详细再评论 如果想了解 就要看看我以前拍过的影片 跟着看看这些加数 哪些数是正数,哪些是负数 我们就要看看 根据tools complement,凡是0行头 就是正数 所以这里有三个正数 所以这里有三个正数 一行头就暗示 或者代表是负数 所以有五个是负数 所以第一个,正数加负数 这个是没有机会产生overflow error 所以一定排除A 而第四个答案D 这里虽然负数加正数没有机会 是overflow 但是后面正数加正数 这里有机会的 不能够排除的 所以有可能答案就是BCD 跟着这里我们真的不需要 真正做一个二讯席的加数 因为它只是一个 4bit的bit pattern 跟着这里公式我们要记 最大的正数 如果它是nbit 最大的正数 就是2的n-1次方 最小的负数 就是-2的n-1次方 在这条题目的情况 n是3 所以最大的正数就是正7 最小是-8 如果加速来的数 是超乎这个范围 就是比较小的负8 或者大的正7 那就是有overflow error 我们可以画一下 就是蓝色的地方 就是overflow 跟着我们看一下B的选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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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等于一个什麽十准式的数字 负1加负1负2 这个当然是没有overflow error No overflow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 这个是4位的负8 负8加4 这个是负4 负8加2加1 这个就是负5 负4加负5 负9 负9小个负8 所以这个是有overflow error 我们稳定这件 再查d的答案 0100 这个就是负4 011 2加1就是3 4加3 这个是7 7 刚刚等于最大可能的正整数 正7 所以这里是没有overflow 前面再加负数也不会有overflow 因为是一个负数再加正数 现样 最后答案 现在呢 私服劇 DAC2022 ICT P1A MC 特应题 这一题只有39%的考生 要答对 这一题是关于binary 和biz的concept 如果有8x8px的black and white image 举例是这样 来源 口评的题目 原本都没有这张照片 只有文字 他说明是黑白照片 闊到8px 高到8px 8x64 成为总共64个像素 px 但他就问 现在这张照片 究竟用多少bits的memory 才能够表达到它 我明白这里就是64px 而每个px 究竟有多少memory 就视乎这个颜色的数目 color depth 这样说明的是black and white 即是只有两颜色 即是黑色和白色 只有两个状态 举例我当黑色是0 白色是1 所以这里一个bit 已经足够 本句来说 color depth 是1bit 64px 乘以1bit color depth 答案就是64bits 正答案就是A for apple 但留意这题 只有39%校生答对 DAC2022 ICTP1A MC16 这题答对的学生 今年只有43% 这次提报问 关于Data Processing Cycle 给了4个step 问你哪个是正确的 这里我们要小心点看 因为都问得挺tricky的 首先我们要看了Data Processing Cycle 里面那六个step 第一个step Data Collection 第二个Preparation 第三个Input 第四个Processing 第五个Interpretation 第六个Storage 这几个step不是绝对的 就是有些不同的textbook 或者网上 讲关于Data Processing 那几个step 就是有些少点差异的 但大概都是以六个步骤 特别有一些都一定要做的 例如Data Input 到电脑去做Processing之前 你要事先把Data做整理 而准备之前 你要首先收集了Data 才可以Prepare 整理 数据处理之后 会有些报告 有些Information 你可以做一些分析 理解 跟着还要处存 或者Present 或者Send给人 好 跟着我们逐个逐个看 第一个A的选择 就是Create 一个统计图表 一个Statistical Chart 是不是属于Data Collection 我们讲Data Collection 就是说收集数据 你制造一个Chart 你Create的Chart 是要Present 或者将一些很散乱的数据 变成有意思的图表 很明显你Create的Chart 你已经有些数据 没理由这个是Data Collection 所以这个是错的 好 继续看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是 validate一些文卷 Questionnaire Before Input 即是 在将这些Data 输入到电脑做处理之前 我们去validate 那些文卷 Questionnaire 是不是属于Data Preparation 的过程 基本上都对 Data Processing Cycle 那个Step的次序 因为 Before Data Input 我们要将这些Data 进行整理 Prepare 特别是指本的文卷 很大需要 做这个功夫 所以 很大机会 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 稳固起见 要检查 剩下那两个选择 好 第三个 Sorting Questionnaire 就是 for Data Entry 即是把文卷 Sort好 排好次序 准备输入 去电脑 进行处理 但这个过程 是不是属于Data Processing 的步骤呢 这里会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Sorting 都可以算是Processing 其中一个Step 因为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可能是要 Organize Data Sort 或者是要做些运算 Calculation 但是 留意 细心点看 这个Sorting 是要来 for Data Entry 举例 把指本的文卷 排好次序 方便 输入到电脑 这个Sorting 很明显 是Data Input 之前 而一般 Data Processing 的Sorting 是说些数据 输入了电脑 才将它 排次序 所以 这不是答案 因为 for Entry 一定在Processing 之前 根据Data Processing Cycle 的图表 Sorting for Entry 充其量 都是属于Data Preparation 的Step 未来到Data Processing 好 看看第四个 它说 Design 一个Online Questionnaire 例如Google Form 设计一张Google Form 准备收集数据 这个过程 属于Data Organization 组织的资料 很明显 就不对 如果你说Organize Data 本身要有Data 才可以Organize 你说Design Online Form 即未有Data 这是有Data 之前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你说Design Online Form 最多都是Data Collection 或者之前的步骤 绝对不是Organization 其实Organization 都是属于Data Processing 这个Step 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这个答案 D 都是错 所以正的答案 就是Beaver Boy 而提 今年也答得不太好 相述原因 都是因为 看英文字的时候 或者 看意思 要很小心解读 那个 meaning 在哪里 还有 记住Data Process Cycle 那六个Step 的次序 DNC 2022 ICTP1A MC 第八题 只有49% 考生答对 这题是特别的 关于Mail Merge 合评列印 Mail Merge 的意思是 首先 有Data Source 有Data File 是Database 是Spreadsheet 或者其他 CSV的档案 甚至乎 一个Word Table 也可以 另外有个 Main Document Word Document 甚至乎 Google Doc 也有Mail Merge Plug-in 外挂程式 或者Extension Data 跟Mersed View 会经过Mail Merge 的动作 之后 产生一些 新的文件 或者信件 能够令到 样板的文件 有不同的收件人 或者每个收件人 有一个 Customize 的Message 都可以 他就问 123 哪一个是对的 你逐个看 第一个 Data Base Map Can be used as data source for mail merge 即 Data的来源 可以是一个Data Base 的档案 资料库的档案 相当正路 很合理 当然是对的 第二个 就是Main Document 和Data Source 可以 merge 成为Mersed Document 正正是Mail Merge 的动作 要做的东西 所以 这个 都是对的 第三个 就是 The content of merge fields is inserted in the merge Document When the merging complete 当合拼完成 的时候 merge field 内容 就会插进 Mersed Document 这个 都是正确的 所以 这个正确的 正确的 都没有什么争拗 D for Doc 即是1,2,3 都是对的 DX 2022 ICT Paper 1A MC 第十一题 这个题 比较差的 只有25% 效生答对 这就是文君 ASCII Code 本来是一个很基础的 ICT的概念 这个 典型的ASCII Code 的table 根据ASCII Code 本来每个字母 都有一个代表的数字 例如这个 例如这个 零字 排第48 这个是十进制 如果是十六进制 就是三零 如果二进制 就是0011 0000 我们再看看 ASCII Code 的全名 就是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就更加清楚 发明 ASCII Code 究竟为了什么 好了 我们看看 头发问什么 头发问 为什么要用ASCII Code 去表达一些 character 例如 英文字母 数字 Beautiful 諸如此类 简单来说 就问 一个 Why的问题 下面 B1 D 是原因 1 2 3 是reason 我们特别再强调一次 我们要找原因 好 逐个来看 第一个 Standardize Data representation 即将资讯表达的方式 标准化 大家有个沟通的共同基础 即是电脑A和电脑B 沟通的时候 真的不会继续合作 你看回ASCII Code 的全名 American Standard Code 即是一个标准码 目的是什么 交换资讯 Information Innerchange 当然这个最先是美国人发明 所以这个肯定是个原因 Standardize 资讯的交换 2 Enhanced Encryption 即是加强数据的加密 3 基本上 ASCII Code 和encryption 是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看看 ASCII Code 的table 它本身 并没有任何 将数据加密 encrypt 一些 information 的一些 或是一些 Agrifun 或者是一些 Protocol 它没有一样 所以 这个很明显 没有关系 3 Data In Computers Store in Binary Numbers 即是因为这些数据 是用二进制表达 所以 我们就要用ASCII Code 去表达一些字母 我们看看这个 DataStore in Binary 看上去都很适合 因为事实上 在电脑里面 例如刚才的0字 在电脑的memory里面 其实就是0011 0000 真是用二进制去表达 这个也是适合 我们看到这里有Binary Number 所以 Because DataStore in Binary 就是我们要用ASCII Code 的原因 我们想清楚 究竟这个是不是原因来的 没错 我们先看看Table DataStore in Binary 即是所有电脑里面的数据 都是二进制 Number 这个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Fact 但是这个Fact 是否导致我们要用ASCII Code 这个原因 这个是乘以问的 因为即使所有电脑里面的数据 都用二进制表达 我们都可以不用ASCII Code 譬如可以用大五马 Big Five Code 例如可以用GB Code 例如可以用Unicode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coding scheme 所以这个最多指令它是一个Fact 但是它并不是Y的reason 所以三是错 第二题MC 根据考评局的报告 有接近61%效生 是答了C for Cat 即是One and Three Only 一和三是对的 但这个我明显是错的 因为三是一个Fact 它并不是一个原因 所以正的答案 就是One Only 答案就是A 所以我们特别做M4的时候 要留意题目的问法 他问Why 就是问Reason 我们要把Fact和Reason分开 特别因为Reason 是需要一个因果关系 才能够成为一个Reason 因为Fact 实际上有很多Fact 但不是每个Fact都是一个原因 DNC 2022 ICT 例如1A NC 第20题 这个题 只有7%的效生答对 7%应该是印象中 歷介DNC 和ICT法 答对率最低的题目的Local Choice 就是E 当然这是针对到2022年为止 这题是问计算的 就是File Storage File Size GB TB 转换这些单位 这些是计算的问题 但是里面有个陷阱 是很容易踩中 很容易中伏的这题 7%的答对率 但是在今年考评局的报告里面 竟然 即是隻字不提 这题MC 即是没有提到 为什么那么多 爭你答错 我们看看陈博说什么 他说 有些Surveillance Video File 就是那些闭路电视拍到的 Video的档案 每一个档案 有300GB File Size 那么大 而这300GB的档案 总共有100个那么多 这是一个Quality 100个300GB的档案 现在想用一些 两个TB的HDD 去装100个300GB的档案 说明是不可以将档案重组 No File Reorganization 亦都不可以将档案压缩 看来这两个字眼好像不太重要 为什么要Reorganize File 或者不compress 正常来说都不想这样做 正如就把它做随送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Total File Size 100个300GB的Reader File 整个整个Total File Size 再除2个TB 这就是答案 有份纸、有份帽 除一除就够了 我们先继续解计 这样就成为 100乘200 300GB Total File Size 2个TB的HDD 那1TB等于多少GB 等于1024GB 这里还有很多讨论甚至很多争论的1TB 等于1000GB 其实现在的确认都是用1000做单位 但这里就不想讨论了 就是用1024 用这两个单位就是最传统的计法 所以2TB就是2×1024GB 取除它,理计上就计得到用多少耳机 取除按计数机 又计得到14.65只 即是15只,我们拿大一点 15只就搞定了 应该根据考评的答案 我们选择A,A就是15 看上去好像是计完的 很简单,以为收工 其实你这样计算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这里需要搞什么file organization 都没有compression 好像题目给了一些多余的资料 或者一些多余的限制 但其实如果你想想一下 这个题目 虽然我们计算了总的容量是100x300GB 但其实它不是一个 连续的档案 100x300GB 它是100个独立割裂300GB的档案 其实这300GB的档案 是一个独立割裂Discrete的档案 而我们的2TB hard disk 2TB就是2048GB 其实不是用到尽量的 其实不是用到尽量的 如果2048 大概去到 六个至七个300GB的档案之间 即是安装不到七个300GB的档案 其实安装到六个档案 因为6x300 就是1800GB 我们的Hard disk只有2048GB 所以剩下248GB 装不到第七个档案 所以一个Hard disk 只能够装六个video file 所以其实这题 其实不是很考电脑 这题是考数学 一个叫Discrete的概念 如果你不能够 将数学视觉化 用图像画出来 其实看不到这个问题 而上面的计法 就assume total file size 是一个continuous 就是data storage requirement 但其实 这个不是continuous 其实它是一个 discrete的data concept 所以这个计法 就一定是错的 除非 除非这样 除非你容许 file reorganization 即是 这些档案 300GB 你将它切开 spread开 就是300GB 切开做 比如有一个 248GB 放在图里 剩下的图里 放在第二只Hard disk 但这会涉及file reorganization 会违反了题目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这里计算 一个Hard disk 就等于6个file 现在我有100个file 100个300GB的file 要多少Hard disk 应该的数是这样计 所以100除6 即是16.67 即是17个 所以答案 正确来说是 C for CAD 换过来说 我们要多用两只Hard disk 比刚才的计法 这个就是 没有用file reorganization 或者compression 的做法 因为Hard disk 最多放六个档案 有些空间 用不准 所以要多用两只Hard disk 这个原本错的计法 就是需要 reorganization 就会用少些Hard disk 在印象中 这也是一条新的类型的题目 因为涉及数学概念 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 最稳定的方法 将视觉化 visualize 画图画出来 这样就不会中招 DXC2022 ICT P1A MC第1题 1题 今年只有49%效生 1题 问关于 Operating System Hardware User 和Application Software 它们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 这是一条典型的 背书题目 就是User 就是这里 这里是computer 有PQR 三个component 究竟PQR 是什么呢 选择就是那三个 比如有OS Hardware 和Application Software 你看到这里 正方形 它画到好像一个洋葱 即是Union Model 事实上也是 User接触电脑 基本上是从最外围 那里接触 它最内面的东西 其实我们是接触不到的 所以P最外围的东西 所以User 我们用电脑 当然用Apps Application Software 所以P 应该是 Application Software 而最内面核心 其实我们接触 不是直接接触到的 Hardware 例如Ram Memory Memory address 如何操作 User 我们完全不了解 或者CPU 如何operate 如何操作 那我们都不是实际 去控制得到 或者接触得到 所以R 里面 一定是 Hardware 这个 R 就是Hardware 中间那层 Q 就是operating system OS 其实Q OS 的角色 就是包住 Hardware 让User 和Apps 不用直接 去interface 那些 Computer hardware 因为Hardware 层面的东西 很简单 Memory Machine Code Memory Adress 很麻烦 全部OS 可以搞定 所以 如果你Google User 和Computer hardware 之间的关系 通常都找到 这幅图 最内面那层 Hardware CPU Hard disk Mouse 有OS 以及 Utility 以及 提供 interface 给User 使用 Apps 比如 Spreadsheet Web Processing Database Browse Games 这些 全是Application software User 没有画到 User 就是最出面 所以 答案 B4B B4B DAC DAC 2022 ICT Paper1A MC 第二 提 今年 只有55% 效生 答案 就是 问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的 解释 情统 情统 提出了网址 https 母号2尺 www.abc.edu.hk.en 找到下面 这三样东西 哪一样东西是对的呢 看上去都是基础网址的知识 你逐个看 第一个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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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声明一下我这里所谓的domain name的说法是根据我们注册一个网站的名字 的domain name的时候可以登记那个部分 我看过那些网上的资讯有些人觉得domain name是包括前面的host name 也有一些只是ABC一份才是他的domain name 但如果从登记角度来说注册角度来说应该比较合理的说法就是abc.edu.hk就是他的domain name 所以第二个说法是abc.edu.hk是不合理的 这很明显也很明显的 他很明显也对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Education Node 因为有edu 另外in Hongkong 如果你在香港想申请的domainname 你就要去hkdnr 就是这个香港名字的一个注册的网站 去登记 假设你想申请的domainname叫flip.ed.hk 你就去搜寻就可以了 要付年费 以及要证明你是一间学校机构才行 因为不能说是人都可以申请.ed.hk 因为你是一间学校有排的学校才行 比如需要edb的办学证明 需要支援证明你是一个办学机构 才可以申请.edu.hk的domainname 另外刚才我们也提过 domainname包括的范围 的确在网上有不同的说法 开始这堆http的protocol www基本上都是叫10domain的 然后有些网上说法 比如中间这一部分叫root domain 后面这个.com 就是top level domain 就是等于 .hk 也一样 是属于top level domain 不过是属于hk country code 的top level domain 然后就是directory 比如叫blog 就是一个folder的名 还有一个file name 通常都 这里的说法就是domainname 这里就包含host 叫10domain 所以当我们说domainname 究竟包含前面这一部分 就是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暂时 所以mc就没有踩到灰色地带 所以答案就是one and three only 一同三是对的 答案就是c for cat 看考评局的报告 一年有成四成学生来答 d for dot 就是答two and three only 看下去三大家都知道是对的 问题二就是domainname 就是中间一拳 你从注册角度和IP address角度去说 就不是合理 dx2022 ict p4nmc24 题 这题今年只有49%考生答对 这题是关于web page design 网页设计 看下都是一条stant的题目 题目就问 设计网页的时候要考虑 123哪一个条件呢 1就是网页的loading time 就是它下载的时间 应不应该要考虑呢 看考评局的报告 接近有40%的考生 就觉得1是不应该考虑的 但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是要考虑web page loading time 这个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 可能很多考生都觉得 我说web design 网页设计 就是说漂亮的 资料都排得很齐整 很容易使用 很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东西 就和下载时间 没关系 其实web design 就不只是说漂亮的 重点更加应该是 关于user experience 那个用家的体验 因为对于看网页的user 来说 其实你开一个web page 出来看 其实是一种的经验 一种experience 来的 一种吸收网页资讯 一种体验 甚至是和网页互动的experience 所以这个经验一定要好 才会多人看你的网页 所以如果这个网页要很长时间才练 那就很明显不是一个很好的user experience 当然现在可能香港 因为互联网都发展得相当迅速 又有很多宽频 基本上这些网页练出来的时间很短 所以大家都不觉得web page loading time 是一个consideration maybe 好 接着看 user friendliness in browsing 即是浏览的时候 好不好用呢 user friendliness 当然应该是重要 另外一个颜色的combination 即是color scheme 颜色的选择 当然要漂亮 所以三都是重要 所以答案应该是1 2 3 答案应该多 当然了 去到今时今日的web page design 其实还有很多考虑 如果你google搜寻一下 限定有十几二十个 其中一个都很值得再说 就是关于security 即web page design 要令到那些人觉得他用的时候 觉得安全 即那些data 不会很容易disclose给第三者 特别如果你的网页有些form 给人填的时候 他填的个人资料 是否有好地受到保护呢 或者加密encryption呢 这些都是重要的考虑 TNC2022ICT paper1A MG第28题 今年只有27%的学生担担 这些都是问传统的algorithm seutocode的问题 问法都是惯常的问法 有algo1,algo2 不过以往的问法 通常是比较于两个algorithm 它们的优点缺点各在哪里呢 今次不是了 这两个它说是一样的 左边和右边两个algorithm 是一模一样 看下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例如assignment statement 这些 基本上那四句是照抄而已 为特别不同 左边是repeat until loop 右边是wow do loop 现在就问wow do loop 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法以往都问过 wow do loop repeat loop 一个就是做了才问 repeat这些 until这个是true 那你就收工 wow do loop就是 问了才做 as long as这个是true 那我就loop了 所以missing part这个条件 一定是repeat loop的相反词 正正就是它的opposite 换句来说 相反词就是not了它 为何会是相反词呢 因为在repeat loop里面 如果这个是true 你就不再loop wow do loop 如果是true 你就继续loop 刚刚相反的邏輯 所以现在我只需要 将这个condition 就not了它 not了它 这个也不简单 因为今年这题 这个会涉及一个 我们叫Demorgan's law 题目的ABCD答案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每个人来说 你要用Demorgan's law 将这个breakdown拆散它 有些类似于数学的distributive law 即将它expand它 我印象中 这个law虽然说 boolean algebra 或者boolean logic 在coding里面 或者在ICT课程里面 是有教的 但是我正式讲这件事 因为这个expression 就是你要拆的时候 就不能够用common sense去做 因为实情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用not 这个expression 是a or b 那好像将它expand 成进去 其实不是真的成 这个就是not a 接着就是not b 但是中间这个 就不会是or的 拆进去之后 Demorgan's law就说 这个是not a and not b 所以如果我将这个expression 将它 就是用default的数字 expand 就是拆掉它 这样就会是 x等于20 我们not了它 就是x不等于20 另外y大于15 not了它 就是y小于15 就是它的相反词 但是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 是会an 不是not 所以 对回题目的答案 这个就是c for cat 看回考评局的报告 今年 最多人答的答案 是d for dot 而dot的答案 中间这个是用or字的 所以很多人中复服 就是想着照抄这个or 但是debogger's law 刚刚这个是相反的 用了and 但这个我又觉得很合理 因为课程里面 所谓的boolean algebra 或者boolean logic 就并没有这个那么复杂 所以小人答得对 我觉得正常和合理 所以这里我们再解解 就是not a or b 为什么中间这个是and 其实可以用图片去解释出来 我们设计这个图 我们当ab是两个人 a这个圈圈 就代表它的社交距离 比如1.5米 b也有它的社交距离 现在这两个比较近一点 所以中间有些地方 是大家重叠了 大家intercept了 而ab以两个人以外的框框 它两个人的社交距离之外的地方 就有一个大的黑色循方形表达 接下来看一看 什么叫a和b 其实就是这个范围 即a和b 就是cover到的范围 就是绿色这个框框 就是a和b的意思 如果我们not了它 整个not了它 就是绿色范围以外的地方 就是这里 就是红色这里 这个就是not bracket a和b 然后如果想用demore 把not拆进去 就是expand它 那我们看看 not a和not b 特别是什么范围呢 not a 就是a以外的地方 我们逐渐它 逐渐它 这个就是not a not b 就是b圈以外的地方 我逐渐它 除了b别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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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发现 这个南间和王间 重叠的地方 就是an an an 刚刚 就会等于 左边 红色 间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有南间 有王间 这个就是not a and not b 就和这边 not bracket a和b 红色的地方 是一模一样的 而我们比较 这个其实大家是同一个范围来的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apply demoregans lock的时候 拆个not 入去 这个all 要转and 接着我们都要懂得 一反三 就是如果反转 是not a and b 拆个not 入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 not a and 变回all all not b 起码大家记得这条 DNC 2022 ICT Paper1A MC 第30题 这一题今年只有48%的学生答对 这一条基本上都是一条典型的algorithm的题目 这里有些input 有叫wow do loop loop里面有做加数的 加到j 另外再次input end 最后program会output j 现在同步就问了 究竟888这个value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看看wow do loop的结构 这里input end 接着wow loop就订了 end not equal to888 as long as n不等于888 你就要loop 这个就是我们的loop的范围 如果我们调进来说 如果end是888进去 这个loop就会完结 terminate 收贡 所以其实答案都很明显 立刻就是a for apple 就是terminate的input 就是结束那个input 接着就是output j的value 我们真的可以dry run一下 即是画个trace table出来 或者dry run table 可以写下input end或者j的value 例如开始的时候 j是0这样 这样 j是0 接着input end 我们第一个input end 这个是10 这样 n是10 接着wow n not equal to888 10不等于888 是true的 这个不是888 true 将n加到j 10加0 等于10 等于10 18 j update with 10 接着再做 再做input end 再做input end 第二次input end的value 是3下去 3下去 放到上面 3不等于888 当然还是true 因为这个不是888 所以又要继续loop j加n 又放到j 3加10 13 13 又放到j 做完交数 又再input end 所以今次 我们就打888 888 回上去查 wow n not equal to888 888 不等于888 是false false 就不再loop output j 立刻停了input 没得再input end upput j 就是final value 换个来说 将n的value input进去的n的value 加它 直至到你入888 为止 所以888 这个number 或者不一定888 你只能作个古怪的数字 通常叫做end of data indicator 代表数据到此为止 你到这里就结束 DAC 2022 ICTP1A MC 第33题 今年只有53% 考生答案 但这条题目 问的关于modulization 或者modular programming 都问了很多年 其实是一个typical的题目 所谓modulization 或者module 就是将program 斩细 变成几个module 因为一次过去 solve 一个複杂问题 其实不是很efficient 但是将複杂问题 切碎它 变成一些 没有那么複杂问题 每个问题容易解决 一些 通常的做法 就是将这些问题 切碎到一个地步 是manageable 接着 每个问题都解决了之后 再合併回 去 solve 原本的problem 这个过程 也有个名字 就是我们叫做 top-down-approach 由上而下的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 昨天就问了 下面1,2,3 哪些是好处来的呢 就看第一个 就是user menu 简单些 听起来就不太合理 因为整件事的精神所在 和 menu 是否简单些 都没太大关系 2,trace program easier 就是容易追踪的program 的错 特别debug 就是找错 是容易一些的 这个很合理 因为每个subproblem 都简单些 如果这里有错 我只会找 这个subproblem 的code 就搞定了 如果一次过 写一个很长的program 有时候 一个地方有错 你可能要找出所有code 来看 把它变成一个module 把它斩碎了很多小问题 去解决 好处就是 将error 或者bug localize 它 即是规范了它的范围 好 3,facility team work 这个很明显 因为每个module 可以分给不同programmer coder 去做 例如有个大programmer 打算用20日去做 如果斩开做module1,2,3 分给programmer abc去做 每日可能用10日去做 但是这10日是parallel的做 不是用30日 是用10日去做 因为有三个人去分工合作去做 好了 我们写完之后 将它的module合併 可能用10日时间做 合併 testing 所以整件事只需要20日 如果一个人做完 可以用一个大program去做 极可能需要10加10加10加10 即是40日去做 所谓moduleization 方便了大家分工合作 方便了teamwork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2 and 3 only 答案很明显的地方多了 DAC2022 ICT PEP1A MC 第三题 今年只有4月6 可否是最后生什么答案 这题 问关于 Ransomware Attack 即勒索软件 这个 曾经 几年前 是一个很出名的Ransomware 当它用了某些方法 入侵了你的network 或者你的电脑的时候 它便会找入面的档案进行encryption 即是数据加密 encrypt了一个档案 你没有它的锁匙 你没有办法 decrypt 开回档案出来看 如果你有些重要档案 被encrypt了 你有没有锁匙 可以开回 你需要付费资金 付钱 付那些hacker 或者网络的criminal cybercriminal 还要付比特币 加密货币 事实上 这是一个几恐怖的attack 即是被人攻击的时候 有时都觉得感觉上 都有一些束手无策 例子 你有些很重要的档案 或者很有纪念大石的档案 被encrypt了 付费资金 即使你付费资金 他都未必帮你解锁 因为我们要留意 对方其实是一个罪犯 对方便回来 遇到这些情况 基本上是要报警 即是可能要复制图 收集证据 证明这个是一个案发的现场 其实他就说了 Peter就发觉他在office的电脑 留意office 不是在家 就开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有个ransomware的攻击 那问他应该立刻 是做什么呢 ABCD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 问题是关键题目 就说明是 immediacy 即是当他发现的时候 应该立刻做什么 我们逐个看 第一个 format hard disk 这个表现上 就不再像是format 了 ransomware 但连自己重要的data 都没有了 所以看起来都不合理 第二个 b disconnect network connection 这个也有它的作用 即是立刻 将电脑的网络线 或者wifi disconnect connect 让这些ransomware 不会进行 攻击其他电脑 概念类似 是指出血仙 即是有一部机中了 但也不想其他电脑都中了 当然这个方法 未必能够立刻解决了 那些档案被encrypt的问题 就是处理不了自己 立刻 但是就像是指血 那样 这个做法也挺合理的 因为那些是 立刻可以做到的事情 另外 其实现在的hacker的攻击 就是 除了透过social engineering 骗你的password 或者偷了个人之类 让他可以有机会 甚至乎穿个fire wall 进到你的network 那里 甚至乎可以操控了那部电脑 但他们未必立刻 立刻进行攻击 他们会在你的network 世界里面 去找一找有什么重要的资料 进行攻击 找一些值钱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才会攻击 所以那个attack 和breach 可能是分开一段时间 他入侵了那个network 不是立刻攻击的 到你发现的attack 可能 其实breach 可能几个月前已经发生了 那些cyber criminal 在你的network里面 到处找东西去攻击 这个动作 我们叫做 lateral movement 拉扯线应该都挺有效 去阻止 这个lateral movement 接着先看 update anti-rouse software 更新的防毒软件 当然都是要做 但这个是平时应该都要做 不是事发了才要做 就是好像亡羊补路 所以这个就没有那么合理 所以回到提摆的字眼 他说 immediately 一发现 应该立刻做什么呢 好 再看看d enable firewall 可能之前的 firewall 防火场没有enable 现在enable 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个作用 似乎都不是那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他进来攻击一部电脑 证明已经breach了 就是穿过了个 firewall 进来的 再enable firewall 似乎都不能够立刻 去减低其他电脑受攻击的风险 当然这些其实平时都要做的 不是说现在不用做 只不过不是match all 题目的意思而已 当然还有其他要做的东西 例如backup一些重要的档案 这个什么时候都要做的 因为如果你有backup 即使Cyber Criminal 即encrypt了你的重要档案 你还有backup在里面 你不用担心有损失 好 所以最后答案 就是be the bo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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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